Hello 我是Joan老师 那我们有了第五个简单的指数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看起来比较进阶的题目 那我们再把刚刚的再复习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碰到10的二次的三次方 我们理论上就是说这个三个括号连层 所以会有三个括号连层 所以会有10的二次 10的二次 10的二次 再来我们就知道这个10的二次是两个十连层 两个十连层 两个十连层 那中边也还是层 所以没有被断掉 所以总共就有六个十连层 所以答案就是10的六次 那我们更快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去把2跟3怎么样做相乘 也就是10的 我们就准备10的2去乘上3 然后就会等到六次 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速地去解决隔壁那题 那这个码流证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很快地去解说 这边有10的5次括号4次 就是4个括号10的5次去做连层 那总共当然就是10的几次呢 总共当然就会出现20个10 因为这边每一个都是5个 那你要做4个括号 每一个都是5个 4个括号就是20个10 那这边呢每个括号有3个10连层 但是只有2个括号就只有10的6次 那再来就可以用指数 这边翻上去就是10的-6 或者我们直接减也可以 就是20去减6就10的14次 我想同学们到这边实力上应该已经进步不少 那到这边呢也不要担心 不用去特别把 千万不要把1000去做3次 我觉得这样子 反而你会蛮辛苦的 我们可以把1000去做成10的3次方 做5次 那再来就是100做10的2次方的3次 那我们就可以简化 简化出10的3次方号有5个括号 那当然每个括号3个10嘛 所以就是10的15个括号 10的15个10去做连层 那这边就会变成6个10连层 6个10 所以答案就很明显 就是10的几次呢 9次 我想这就变成很简单的题目了 那佛学们就不用太担心 就算出现负号也无所谓 只要我们的定义性质 拿我们的逻辑清楚的调理清晰 看那种题目 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把每一题都解决 所以同学们 这样